現場我們走到了 以蘇澳的冷泉公園 今天停班停課 完全不開放入園 宜蘭的最新風雨狀況 我們也立刻交給現場記者 洪澤睿 澤睿 好 持續帶大家的關係 是凱米颱風 今天逐漸靠近台灣 當然現在宜蘭已經開始受到 它的整個暴風圈的影響 那雨的部分跟風的部分 是一陣一陣的 有時候這個風雨 來得非常的強勁 那我們現在守在哪邊呢 就在宜蘭的蘇澳 好 這個地方 大家應該不陌生 很多觀光客 都會來到這邊 這裡就是蘇澳的冷泉公園 其實我之前也來過 但是今天看起來 好像有點陌生 為什麼 因為今天 有沒有看到都沒有人 這就表示游客很乖 都沒有亂跑 今天放假 要告訴大家 還是不要亂跑 其實今天蘇澳冷泉公園 也因為颱風的關係 所以今天是暫停營運的 不過還是要提醒大家 為什麼不要亂跑呢 因為其實在蘇澳這邊 撤得最大震風 已經來到幾級 已經來到9級了 從今天的凌晨0點 一直到現在 雖然下了47毫米 不知道很多 但是其實隨著時間越晚 整個風雨的狀況又會越明顯 如果我們從風力預估來看的話 在今天中午12點過後 一直到晚間的6點 蘇澳這邊他們的 宇蘭的震風有機會出現幾級 出現14級的強震風 所以要提醒大家 還是避免外出 而我們剛剛在現場的時候 其實有沒有看到 我的眼鏡全部都是水 因為剛剛一下下的時候 狂風暴雨 所以提醒大家 現在從此時此刻 一直到明天的這段時間 都是風雨最強勁的時間 大家一定要好好待在家 確保自身安全 以上就是目前 我們在宇蘭總共到的 這邊的狀況 再把時間鏡頭交換捧內 好晚安